大家好 你怀念阅读书籍的乐趣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可以从Canva就直接发布到黑金Flipboot云端电子书的服务 我们马上就翻出去吧 您在Canva上面所设计的专案 不只可以在Canva的平台上面发布 它其实也跟许多不同服务的云端平台做结合 你可以直接把您设计的专案直接发布到其他平台上 这样就可以省下从Canva汇出 再进入云端服务重新汇入的一个过程 黑金Flipboot电子书的云端服务 它本身主要就是以PDF档案上传 Canva原本就可以汇出PDF 透过黑金Flipboot它可以有更多的翻页类型可以选择 而且也支援行动装置或者是触控萤幕滑鼠通通都可以 我们就一起来试看看吧 目前它的免费方案总共可以有五个电子书的档案 而且每个档案都没有页数的限制 也没有广告 没有浮水印 所以我们完全不会被这些不相干的内容影响到我们原本设计的画面 您在Canva里面选按右上角的分享 显示更多 往下卷动 在设计这个类别就可以看到黑金Flipboot这个选项 按下之后 您可以自行决定 我要发布哪几个页面 按下完成 现在它就把我们上传到云端服务上面 发布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到云端上面来做检查 如果您还没有登录云端服务的话 它在这边会帮您做一个提醒 也就是您使用匿名的方式 可以先发布这样的一个作品 但是它只会把我们保留一个礼拜 所以如果你想要完整保留 还是要请你先注册一个账号 那如果你只是单纯的短暂性的分享 也可以直接从这边按下 就可以取得它的一个共享网址 或是透过email 还是砍入的方式 甚至透过社群直接发布 通通都可以 首先我们来看看电子书的浏览方式 你可以从页面的四个角落 来做滑鼠拖曳的翻页 那也可以从下面的页面导览列 直接拖曳或点齐也可以 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使用滑鼠中间的滚轮 往后就是往后翻页 往前就是往前翻页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在翻页上速度就快很多咯 现在我们来看看电子书的设定部分 那你进入云端平台的编辑界面之后呢 它其实总共会有三个选单部分 第一个就是样式的设定 还有就是电子书的设定 以及互动的部分 它本身所提供的样式其实非常的丰富 翻页的效果也蛮多种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标题的部分这个应该比较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再来就是翻页的效果 您可以看到这里有杂志的书籍的相簿的 笔记的或slide的或卡片式的 您都可以试着点选看看 点选之后呢 它的参数就会马上变更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马上测试 来做翻页的动作 接着呢 它也可以选定一个适当的背景 它本身就提供很多 包括图片啊 颜色或者一些样式的选择 然后我们在这个控制的里面呢 你可以选择 要哪些的选项 可以显示在我们的导览列这边 另外呢 在下方这里有一个页面的导览列 你可以自己来选择要不要出现 甚至呢 我们可以加上背景的音乐 这些呢免费方案都可以做到 再来呢 在它的电子书设定部分 除了公开的分享以外 你也可以自己针对每一个人 或者是每一个有注册的帐号 来设定一个密码保护 这个也都是可以的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最后面的 互动的部分 在Canva里面呢 你所设计出来的 不管你有几个页面 它出来之后都会是变成静态的一张图片 如果你想要加上一些互动的功能 就必须要回到管理的编辑界面这边来 例如你想要加上一个超连结 那么我们在这边呢 你要先用拖曳的方式 产生一个连结的区域 再来把你要的连结给它 或者是像这样我们做页面的导览 这样都可以 甚至你看这里有放大 或者是跳出来 都是它里面的一个连结的互动方式 那么如果你是图片啊 影片啊声音 甚至砍入网页也都可以哦 所以重点就是你在使用互动区这一块的时候 你必须要先拖曳一个范围 这样它才知道你要做的是哪一个位置 当然这个范围我们后续可以再做调整 甚至你也可以移动到别的地方 通通都是可以的 那你记得当你做好了任何的设定之后 要从上面这里做一个储存的动作 这样才会把你的设定升下 这个就是我们黑金 degree books 它的一个基本设定的方式 不会太难 但是呈现的效果又是相当的不错 好